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老师紧接着来介绍一下求切线 求切线考题有两大类 好不好 第一大类老师先介绍一下点在圆上求切线 这样行不行 怎么说 比如说老师画一个圆出来 现在有个点 这个点叫P点 它刚好在圆上 麻烦你过这个P点去画一条切线 这条切线刚好在圆上切 听好 要过这个P点 而且可以跟这圆上切 可见这条切线画下去 画下去之后 这个P点刚好是切点 对不对 麻烦你把这条切线算出来 这样行不行 那怎么算 以后只要碰到 点在圆上求切线 你要求这条切线很简单 你就直接带切线公式 这样就好了 这个公式老师在数学上 把它称为破一半公式 把它破成一半怎么破 看到S平方 你去把想象成 把它破成一半 拆成一半怎么拆 什么叫H平方 它代表AK乘AKS 所以把它拆开 把它拆成S0乘上AKS 看到Y平方一样 把它拆开 拆成Y0乘上Y 看到AKS一样 把它拆成两个相加 再除以后 两个相加 再除以后还是AKS 对不对 看到Y也是一样 把它拆成两个相加 再除以后 讲解好了 老师到底怎么拆 你先把这公式 先把这整理一下 老师不要代替目识 就比较容易理解 这样可不可以 可以后 好到这边 你先休息一下 OK 来我们看一下这题 他说求过这原散一点 二一支切线发展式 什么意思 换句话说 你要求一条切线 这条线会经过这个跌 而且这个点会在原散 对吧 不相信你把S用二代 Y用一代 4加1 5加4 9 减45 75等于0 有 所以说这个点会在原散 好 老师刚刚讲过 求切线时 对吧 点在原散求切线 麻烦你这时候直接带什么公式 切线公式 这样行不行 怎么带 老师讲过这切线公式 老师把它称为破一半公式 怎么带 看到H平方 把它拆成两个相应层 把它拆成S0乘上X 看到Y平方 一样拆成两个Y相应层 把它拆成Y0乘上Y 加上2X 看到X把它拆成两个相加取2 后面再前5等于0 这样行不行 写到这边时候 麻烦你把X0的地方用二代 Y0用几代 用一代 把S0用二代 Y0用一代 把它这样带进去好不好 带进去变成这个样子 这样行不行 S0用二代是2S嘛 Y0用一代 一乘Y是Y嘛 S0用二代 Y0用一代 有没有看到 到这边之后 把这个整个四子乘开来 答案就出来了 这样行不行 怎么算 这2S加Y不动 质量2和2约掉 变2加X 2A4约掉剩几 质量2 把质量2乘去 质量2-2Y 后面-5等于0 做拔整理一下 3S-Y-5等于0 答案就出来了 这样行不行 可不可以 到这边 麻烦你先把整理一下 我们再继续下去 OK